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三则精彩的新闻 首先,歌手2024最新一期的排名揭晓 张玉琪成功接榜 而黄轩虽然表现不错 但依然建议她回到舒适区 接下来,翻拍剧《新一年又一年》 开播后口碑翻车 让人怀念起25年前的经典原作《一年又一年》 最后,庆余年二,中二皇子的走路姿势引发热议 观众发现她竟然走的是先情属女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接榜开始了 接下来看能否还是一样地聊三位歌手一篇文章 这样大家阅读体验也会相对好很多 前面三位听下来,比较震撼的只有亚呀 我没想到会在节目中直接播出恶评 今年节目组确实有点不一样 黄轩这一次带来的歌曲是 手托手 有一句说一句 黄轩在这个舞台是最不一样的 目前她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于其他人 只是大众舒适区确实不在这里 以我个人看现场的感觉来讲 我挺喜欢黄轩嗓音的 所以她这种演唱音乐风格我能接受 我看到时时弹幕说了一句 唱得很好 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黄轩有一点在我看来是强于很多歌手的 轻机能切换 很随意 而且集中度较高 听感不差 比漏气 难听的声音 可听度高太多了 主要是不清楚 现场大众审美到底怎么样 我认为 黄轩排名不该靠后 这一次完成度很高 玩抽象 玩得很成功 章鱼歌 确实有意思 尤其是最后的收尾 卡祖迪对脸拍真的太抽象了 唱到最后了奖励自己一下是吧 接榜歌手 张玉琪 Black Sheep 其实目前场上 歌手是否淘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玉琪发挥了 我并不认为 泛乐团能挑战孙男成功 张玉琪 这个编曲一上来 走得似乎就是偏重的机能流派 开口嗓音质感不错 胸声扎实 欧音平常 看来是没少练 最高音到了B4的位置 演唱的时候 吞字有点多 这个看个人审美了 我不是很喜欢 听下来前半程的 整体设定有点低 编曲很糟 但是人声没有顶上去 高音部分 基本是靠腔调和人声在顶着 副歌部分的高音 在A4的位置 转调部分达到了C5 小姑娘还不错 很稳定的转调 感觉张玉琪 平常练声的时候 针对投声和集中度 烟音的练习并不多 主要还是在练凶声 所以听感上没有那么震撼 尤其是在肝音直出的时候 第二段听起来 就舒服多了 转调之后 音高提了上去 就在大家可能和我一样 都以为结束的时候 突然钢琴进来 揉了一段 好稳的高音 虽然质量上和亚亚 以及默默有着差距 但是确实是稳定的 少了穿透力 只是 如果是顶级唱将来的话 我认为这首歌曲 一开始就应该 直接顶到底 之后转调到椅 这样会更震撼一些 基于目前的表现 我认为 张玉琪不一定赢 不够炸 这首歌曲的编排 应该是非常炸的 唱功还是差了一些 这一次不太一样 直接宣布结果 所以这一篇咱们就直写两位吧 最后是张玉琪挑战成功 其实也能想到成功 张玉琪表现没有期待那么高 但是却也是稳定的 只是 目前场上另外两位唱英文歌的朋友 演唱能力都在她之上 这就有点无趣了 如果黄轩没有淘汰 还是回舒适去吧 我还想在这个舞台继续看见她 腾讯 翻拍经典作品 结果却烂得一塌糊涂 这种情况可太常见了 近期播出的新一年又一年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开播前 这部剧蹭着经典翻拍的热度 引发了不少关注 等到播出后 质量和口碑却严重翻车 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自取其辱 真的搞不懂 这种烂剧 为什么要拍出来 祸害观众的眼睛 好气 反正越看新一年又一年 我就越怀念老板的一年又一年 这部25年前的年代剧 才是如假包换的经典之作 一年又一年 是我国第一部 编年体电视剧 它用一集一年的形式 向观众展示了 1978年到1998年 也就是改革开放 20年间 中国百姓物质生活 和精神世界的种种变化 1999年下半年 这部剧集一经播出 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不仅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 还拿下了诸多大奖 直到25年后的现在 观众依然对它赞不绝口 某评分网站上 就有一万多名观众 为它打出了9.4的高分 还有不少人称它为 中国版 请回答1988 我们自己的请回答1978 但实际上 一年又一年 是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 专门创作的献礼剧 只是 与其他献礼剧惯有的 宏大主题相比 这部剧 跟老百姓的生活很近 我愿称之为 最接地气的献礼剧 因为它没有高高在上的 去讲一些历史大事 而是像摸着寻常百姓的脉搏一样 用小人物的生命历程 串联起了时代的发展 故事通篇 从两个家庭的生活变化入手 在不经意的叙述中 将中国在改革开放 20年间的巨变 呈现在观众面前 恢复高考 知青返程 下海经商 出国热潮 下岗再就业等历史事件 就是紧随着两个 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 逐一发生 在一年又一年中 不管再大的历史事件 都只能沦为故事背景 只有小人物 跌宕起伏的命运 才是编剧笔下 最迷人的风景 如此 历史事件 才不会因为 遥远而令人无感 而是化身为剧中人物 跌宕起伏的命运 直接牵动观众的心绪 比如 陈焕从重地青年 变成大学生 是因为恢复高考 林平平跟陈焕离婚 是因为出国热潮 林一达 从平步青云的机关干部 到大起大落的生意人 则是因为下海经商 和股市风云 至于曾经的工厂 劳模陈青 姚慎一变成了 个体户女老板 归根结底 也是因为下岗在就业 当历史书上那些 一笔带过的事件 具体发生在剧中的角色身上时 你很难不为之动容 这里就不得不夸一下 李小明精湛的编剧水平 他不仅用以小见大的方式 破除了历史叙事 和日常叙事之间的鸿沟 就连叙事的节奏也把握得非常精准 很难想象 一部讲述改革开放 二十年间故事的县里剧 竟然只有二十一集 这就是为什么 整部剧集看上去 会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因为它节奏顺畅 毫不拖沓 而且每分每秒都塞满了看点 除了编剧的功力 值得赞叹之外 这部剧中的演员们 也是各个出彩 令人难忘 毫不夸张地说 剧中每个叫得上名字的角色 不管主角还是配角 都非常有看点 就连全剧只出现了 四次的农村表书 也凭借着狼吞虎咽的吃面驾驶 一直火到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 真是当之无愧的吃播顶流 许亚军饰演的高级知识分子陈幻 符合一个完美男性的全部特征 专情 理性 儒雅 她一生的最爱 除了学问 就是林平平 她的生活 单调到有些枯燥 可她一直乐在其中 圆滑饰演的林平平 长相和气质 都很有特点 漂亮聪明 进取心强 但是功力性很强 很向往外国的月亮 比较符合开放之初 人们敢于追求幸福的时代特征 沈丹萍饰演的朱群英 出身农村 嫁到城市 她本可以依靠丈夫安稳地过一辈子 可她却坚持独立 自己开启了饭馆 她身上那种自立自强的精神 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还有动不动就撅起小嘴的沉母 胡桂兰 龚景华把这个角色塑造得很接地气 她把存折藏在鞋子里的行为 还有她哭丧着脸 对着镜头说股市不是银行的样子 都令人印象深刻 她每次出场 我都觉得像是看到了生活中的林家大妈 没有一丁点表演的痕迹 张希林饰演的亮子 虽然戏份不多 但同样戳人心窝 听到她跟暗恋多年的小欧说 不是我变心了 是我任命了的时候 估计很多观众都会黯然伤神 像生活低头的亮子 是很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不过 剧中最让人佩服的 还是饰演小欧的何林 1977年出生的何林 出演这部剧的时候 已经21岁了 但她在剧中完整地展现了小欧的成长轨迹 从天真活泼的小学生 到叛逆任性的中学时期 再到逐渐开始迷茫的大学和工作时期 何林都全是得非常成功 她扎着两个麻花变演小学生的样子 看上去确实很像小孩 真的没有一点违和感 当然了 一部剧的成功 除了编剧和演员的出色之外 最不能忽视的 还有导演的付出 一年又一年 是女导演李小龙和男导演 安战军共同指导的作品 因此 她看上去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美感 尤其是长镜头下的家庭戏 既拍出了时代的质感 又拍出了家庭的气息 分分钟都能让人身临其境 代入感特别强 一岁又一岁 一年又一年 如今 距离一年又一年 播出的年份 已经过去了25年 但每当听到这部剧的主题曲时 很多观众的脑海里 还是会浮现出很多剧中的片段 因为经典永不褪色 也因为剧中角色 用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那段过往的历史 完成了一次超越时空的见证 腾讯 热播剧《庆余年2》刚刚完结 和这部电视剧相关的话题 还在热议 有观众发现 剧中的二皇子李承泽 刘端端 是走路摇曳生姿 好像传说中的先秦淑女部 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刘端端本人也发微博 重现了这种走路姿势 并配闻二皇子先庆皇子部 甚至还邀请广大网友 一同加入模仿大军 这不是先秦淑女部第一次出现了 在2011年播出的《甄嬛传》中 就已经出现了先秦淑女部 当时复查贵人 曾为博得皇帝逾越 特意学了这种步态 结果被安令荣讽刺 是邯郸学部和东师校品 复查贵人 粉红色衣服 走的先秦淑女部 先秦淑女部到底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 庆余年二中二皇子 要这么走先秦淑女部 虽然没有文献资料 对先秦淑女部进行明确的记载 但我们可以通过拆解 先秦淑女部一词来推测一二 先秦广义上 指的是旧石器时代到秦朝建立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前所有的历史时期 先秦淑女部大致可以理解 为这一时期的某种走路姿态 再来看淑女 淑女一词 出自诗经国风官居的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先秦君子 小人贤人淑女观念演变研究 一文将早期淑女定义为 得善兼备的贵族 代归逆性 这和如今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七版上贤良美好的女子的示意 还不太一样 从范围上看 先秦的淑女指代范围更小 接下来就是不 可不可以简单理解为 走路或步行呢 不太准确 我们今天说 行走就是走路 但对古人来说行是行 走是走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具体来说 古人主要将步态分为十 行 步 驱 走 奔六种 词书之祖尔雅对这六种步态 进行了解释 世中为之时 通至 持杵 徘徊 堂上为之行 堂下为之步 门外为之躯 中庭为之走 大路为之奔 也就是说 这六种步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场合 在不同的地方走路 有不同的叫法 还有一种区分法是根据步伐的轻重缓急 以及快慢进行区分的 我国第一步生训学著作 世明 世姿荣 有言 两脚近约行 徐行约步 急行约区 急区约走 奔 遍野 有即便奔赴之也 按照这样的划分 可以看出 行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 凡是两只脚 在地上迈步 前进 都可以叫行 相当于现在说的走 行 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其中走得比较慢的叫步 另一种不符小儿腿脉动的频率比较高的快速行走的则叫区 回过头来再来看仙秦淑女步 我们可以大致解释为 仙秦时期贵族带闺女性漫步行走的步态 其中步字也意味着这种走路方式慢悠悠 不急不躁 那这种步态走起来效果如何 行走时可以如若柳浮风 十分婀娜 这是安令荣对仙秦淑女步的描述和形容 想来仙秦淑女步大致如此 其中若柳浮风出自《红楼梦》第三回 闲境时如浇花照水 行动处似若柳浮风 形容带玉走路时风姿错约 如纤细柔弱的杨柳 在风中摇曳一般 再来看二皇子走路 虽然比不得若柳浮风的林带玉娇弱 但也确实带点文静之感 上半身摆动幅度极小 双臂也只是轻微前后摆动 只有下半身动作明显 而且双腿很规矩 没有大咧咧的 走路走的是一条直线 也难怪网友调侃这是仙秦淑女步 当然二皇子走的肯定不是仙秦淑女步 毕竟她也不是淑女 即便是下楼梯 二皇子上半身也是保持稳定的 为什么二皇子复查贵人这些出身皇家 或名门望族的人要走仙秦淑女步 正常大踏步走路不行吗 对古人来说 走的不单单是路 更是身份象征 什么人怎么走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种要求体现在走路的足迹上 古时走路的足迹被称为武 不同身份等级的人该走的足迹不同 西汉代圣为先秦理智编转的李继 欲早记录了贵族行走的步态 军行街舞 大夫祭舞 市中舞 街舞主要指君王在厅堂内走路 就是一点一点往前挪 差不多一步就往前走十几厘米 祭舞的步伐比街舞稍大一些 这一般是对大夫走路提出的要求 首先向前迈一只脚 这是另一只脚的脚尖 要紧紧挨着前一只脚的脚跟 因而这么走路时的脚印 是一个紧接着一个的 中舞 主要是古代是一级 人们的行走步伐 市的地位较低 步子相对身份 高于自己的人也更大 前后脚保持一只脚的距离 总结下来就是 地位越高的人 走路所迈的步子会更小 走的也越慢 从这几种走路的足迹和群体来看 这是对男子提出的要求 庆余年二里的二皇子 走路虽然步子看起来比重五都大 但整体身板还是很端庄的 加上庆余年二本就是架空历史的存在 二皇子如此走路也不算失了身份 结合前面女子走的先秦淑女步也有步 腾讯 实展成 杰利亚家族企业的起三代 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走红 他以自传的口吻 讲述了自己两度创业失败后被迫接班的故事 甚至还将腹黑的二叔写进了剧情 短剧《毛巾帝国》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反响 播放量超过一亿 账号粉丝数量达九十万 实展成将自己定义为家族显眼包 通过幽默搞笑的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 他坦言尽管一开始只是为了帮家里做事 但如今他已经养活了自己的团队 并且计划继续推出更多短剧 尽管忙碌他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家族的认可 并希望通过短视频让更多人重新认识杰利亚品牌 联合新闻网 巴奈凭借叶婆专辑入围第三十五届金举奖 最佳台语女歌手等三项大奖 成为第六位写夏华台语双入围记录的女歌手 他特别感谢制作人柯志豪的创作 称没有他十四年前的努力 这张专辑就不会诞生 巴奈宣布将21日的叶婆会飞 月娘游影演唱会声格为金曲庆功场 邀请柯志豪担任音乐总监和吉他手 两人计划挑战翻唱歌曲 并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巴奈表示 能用母语录制专辑 以示梦想成真 入围金曲奖更是感激不尽 他希望柯志豪继续创作出独特的台语作品 尽管他今年未能获得个人奖项 腾讯在歌手2024第五期节目中 纳英凭借演唱汪峰的灿烂的你逆袭成功排名第二 但这一排名却引发了网友的质疑 纳英在前四期节目中因紧张多次失误 而这次在汪峰的指导下 他表现出色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尽管如此 很多网友认为 他的排名有黑幕 认为其他海外艺人表现更好 第五期的冠军由孙楠获得 他的清唱悬崖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是本季节目中首位夺冠的国内艺人 杭盖乐队因改编 红艳风格不佳 最终被淘汰 而汪苏龙尽管演唱了 适合自己的情歌 你在 不在 但排名依然靠后 面临淘汰的风险 腾讯 爱奇艺迷雾剧场的最新立作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自开播以来 便引发了热烈讨论 由张颂文和荣子山主演的这部悬疑剧 集结了两代实力派演员 剧情紧凑 悬念叠起 故事讲述了小七在金家遭遇的种种诡异事件 随着剧情的发展 王仕途和小七的关系逐渐缓和 但小七在金家的处境却越来越危险 金满福和金燕的行为愈发怪异 小七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替身 金家妇女的秘密谈话 更是透露出阴森恐怖的计划 杜一社局 让小七挖出尸骸 整个剧情悬疑感升级 小七的处境愈加危险 观众们对剧情的发展充满期待 纷纷希望王仕途能及时回来解救小七 腾讯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 娱乐圈的明星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送出祝福 但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的文化水平 孟美琪亲笔书写的祝福语中出现了错别字 胡夏和何语也在祝福语中犯了类似的错误 网友们戏称高考祝福现场成了大型扫盲现场 纷纷吐槽明星们的文化水平 不过 娱乐圈也不乏学霸代表 如苏友鹏在高考中取得的佳绩一直被传为佳话 无论是学霸还是文盲 明星们的表现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希望他们的经历能给考生们带来一些启示和鼓励 腾讯 歌手2024合伙人李静夜被换的消息引发了热议 传闻接替她的是唐妹黄丽仪 黄丽仪是香港组合唐兄妹的成员 甜妹的形象和清亮的声音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她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表现 还在演戏方面展现了潜力 唐妹在生生不息港乐技上的表现备受好评 近期也开启了个人巡演 虽然唐兄妹组合并未解散 但唐妹的个人发展越来越独立 未来或许会在歌手2024中有更多精彩表现 观众们对她的加入充满期待 希望她能在节目中大放异彩 腾讯 在影视作品中 吃戏无疑是考验演员演技的重要环节 孟美琪在《我心飞扬》中假吃饺子的尴尬场面 和杨幂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片中做作的吃鸡腿表演 凸显了流量演员在演技上的不足 相反 张颂文在《没有影子的少年》中展现了教科书式的吃戏 通过细腻的演技和生活化的表现 成功将角色的情感和生活状态传达给观众 无论是吃和饭时的自然松弛 还是吃面时的情感变化 张颂文都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荣子山的对手戏更是相得益彰 相比之下 流量演员的假吃和做作表演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腾讯 歌手《2024》第五期竞演中 孙男凭借一首《悬崖》夺得第一名 而那英则凭借汪峰推荐的《灿烂的你位列第二》 尽管那英在演唱过程中出现跑调 但他坦然回应并表示会努力改进 节目中张预棋挑战黄轩成功 而饭乐团向孙男发起挑战失败 最终涵盖乐队因排名最末被淘汰 本期《何炯缺席》黄轩和汪苏龙担任串奖主持 那英的表现引发了网友热议 她的天后回归也成为了当晚的亮点 尽管有瑕疵 那英依然展现了她对音乐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腾讯 明星艺人参加活动的排场一直备受关注 知名影星刘德华在深圳拍广告时 随行的20多个人引发网友热议 网络红人大一哥和李佳琪 也因带着大量保镖出行而引发关注 近日 韩国男团Seventeen成员徐明浩回国参加活动 动用了200名保镖 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热议 虽然一些网友认为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这种做法过于奢侈和浪费资源 反观现状 粉丝们应理性追星 尊重明星的隐私和个人空间 避免过度侵扰 以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健康的追星环境 墨宇云间江家三姐妹的结局 可谓是悲惨至极 薛黎以江黎的身份回到江家 开始为江黎报仇血恨 江黎十年前被继母继疏人陷害 经历了真女堂的折磨 最终被活活打死 薛黎为了替江黎报仇 冒名顶替回到江家 但面对的是继母的打压和恶仆的刁难 薛黎决定走出内宅争斗 去了明义堂 结识了叶士杰和柳旭 并与江家其他小姐一较高下 江家三姐妹的结局各自不同 江黎惨死 江玉娥沦为小妾 江若瑶被逼疯 歌手2024最新一期节目中 孙楠夺冠 奈英次之 涵盖乐队止步 孙楠的夺冠被认为是实至名归 终于守住了国门 而奈英在汪峰的助攻下 获得第二名 表现有所回升 第三名是凡西亚 第四名是湘提莫 张玉琪作为接榜歌手 表现出色 可能会成为新的挑战者 黄轩虽然未被淘汰 但排名第五 表现值得肯定 汪苏龙排名第六 杭盖乐队最终被淘汰 节目中还邀请了范乐团 但未能击败孙楠 下一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黄轩和汪苏龙的排名 可能会面临危险 玫瑰的故事 将在央八黄金档开播 由刘亦菲 童大为 林更新 霍建华等领衔主演 该剧讲述了黄亦梅 在四段爱情中的成长故事 黄亦梅从小出类拔萃 但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 第一段爱情 是与庄国栋的浪漫初恋 最终因理念不合分手 第二段是与方协文的现实婚姻 最终因价值观不同分开 第三段是与傅家明的灵魂伴侣爱情 但傅家明生命即将结束 第四段是与年夏弟弟的温暖陪伴 演员阵容强大 刘亦菲 佟大为 林更新 霍建华等实力派加盟 剧情深刻探讨女性成长和人生选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